首先经济背后本质上是一个政治 一个意识形态之争 这个之争并不是说是由川普上台之后去推动 或者是只是可能是表现形式是川普执政之后 而实际上要在希拉里的克林格 就是我们知道奥巴马的第一任时代 就已经在规划和建立亚太再平衡 这个亚太再平衡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的平衡 同时是一个政治方面的平衡 和经济方面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开始 我们最早知道在2002年 2000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小布什时期 就已经推出了关于亚太问题的 对中国的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 一个遏制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国家战略 后期因为我们知道的911事件 还有其他事件进行了一个延缓 到后来奥巴马时期 刚才我们提到的希拉里 而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贸易和WTO之间的一些关系 出现了很多的变数 我记得很清晰的就是在去年的冲天的时候 中国对于欧洲以及 是去年冲天吧大概 欧洲以及对美国的要求 他们要承认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地位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很多的争执 这个政治具体表现在就是在打嘴仗 包括在WTO的一些司法上的法律上的一些诉讼 而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是某一个小国的一个经济部的部长 副部长 他告诉我 他说当我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事情是这样 对于一个他们欧洲国家来讲的话 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1993年制定的这个宪法的第六条 有一条写得非常清晰 叫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完善宏观调控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 他说你们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一个 市场经济的国家 而要求我们去承认你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再一个我们也知道 在近一两年之内 习近平在关于国有经济 以及国家管控经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知道供给策改革 以及我们知道就关于国有企业的理直气 他曾经有一个讲话叫 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等等这一系列的讲话 还有这个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的意志 是中国呢其实本质上呢 并不存在一个市场经济 而他呢又占有这个WTO的这个 自从世界这个全球化之后呢 享尽了全球化的这个福利和红利 分享到了很大的红利 而他自己呢 却并不承认这种红利的本身 这种制度 而依旧把自己要定位成一个控制国家 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这样一个经济 所以呢国家资本主义呢 某种意义上呢 在中国呢 在前胡温时期 后期以及这个习近平当政之后的第一任 的前期呢 就基本上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形态 包括一个政治形态 而他的这种方式呢 直接的影响到了 由美国西方所建立的这个经济制度 特别是在南海 我们大家知道呢 美国在这个英美啊 在几百年来的这个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呢 走了很多路 他们最注重的呢 一个呢 就是一个航行自由和贸易的自由 而中国呢 在南海的一些做法 以及包括我们知道 在泰国南部的克拉海峡 这个事件呢 直接导致了我们知道 他性的这个泰国的一个政变 以及我们知道 在这个吉布提的一些设施啊 斯里兰卡等等 这一系列的一些布局呢 深重的深深的影响到了 美国英美西方的一些利益 那么呢 我们知道在新加坡 我们知道在苏伊士用河 植布罗陀 以及巴拿马等等 这些是世界最重要的这些 贸易的通道的这个爱口呢 都是由英美来控制 而中国呢 想建立自己的新的一套东西 所以呢 这个两国呢 或者是与中国 或者与西方的这种 对冲呢 这个冲撞呢 是一种必然 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政治 经济呢 这是一种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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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